只见这片泥潭之上 好几只成年脚马身陷其中 他们可能为了品尝不远处 鲜嫩的青草才落此境地 在脚马拼命挣扎的时候 一只母狮悄然出现 母狮可以捕获陷入泥潭的脚马吗 这块狩猎场对他来说轻车熟路 走在泥潭上方如履平地 他在这群脚马之中寻找着第一个猎物 很快他就盯上 一只后脚身陷淤泥之中的成年脚马 这只脚马意识到危险将至拼命挣扎 但后腿始终无法逃脱淤泥的束缚 片刻之间便被这只母狮扑倒捕杀 而附近挣托出泥潭的一只脚马 只能远远观望 然后溜之大吉 毕竟他也自身难保 在狮子的狩猎场 他们只是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 在看这片泥潭之中 居然还有一只可以如履平地的脚马 这是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年幼脚马 因为体型瘦小 可以轻而易举地行走在泥潭上方 但他要面对的危险 可不止这脚下的泥潭 很快便朝这边走来 在母狮的眼里 这些无法动弹的脚马 早已是他的囊中之物 但眼前这只行动自如的幼年脚马 勾起了他的兴趣 母狮完全不顾其他脚马 奔向毫无反手之力的幼年脚马 小脚马此刻如果逃跑 还有一线生机 但他围绕着一只无法动弹的成年脚马 始终不愿离开 或许这只成年脚马便是他的妈妈 只见母狮快速奔向小脚马 眼看小脚马危在旦夕 深陷淤泥的成年脚马 听令挣扎着挡在了母狮的面前 这一幕令人动容 无论母狮发起什么样的攻势 成年脚马始终挡在幼年脚马面前 即使自己无法摆脱这淤泥 手无腹肌之力 仍然绝不后退 或许其余脚马被此行为感动 也纷纷挣扎了起来 挡在小脚马面前 母狮此刻居然一时之间难以得手 就在他们对峙的时候 远处走来一只猎狗 这只猎狗在此处徘徊观看着这一幕 对他来说 这可是天上掉下的馅饼 玉蚌相争渔翁得利 只等母狮与脚马两败俱伤 他便可以不费吹飞之力享受一顿美餐 母狮也察觉到了不远处的猎狗 攻击脚马片刻后依然无法得手 远处的猎狗也越发逼近 母狮最终只能选择了离开 毕竟面对团结的脚马他也无法得手 就算最后成功了 也难免会被这只猎狗捡了便宜 最终选择了放弃 上了岸的母狮 身上被泥浆包裹 可见之前在泥潭里面 母狮也是冒着生命危险与脚马对抗